哎呀 开不开心 走吧 带你玩去 行不行啊 行 行啊 嗯 浩玉啊 一会你坐我车啊 你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说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大雷 今天天非常好 然后我们准备去上 上门去溜达溜达 玩一会 完了 touch 你上来 那你坐谁的车 就你爸爸的 哦 对 你坐我的 那这啥 蛤蟆 是不是啊 你敢抓他吗 哎呀 不敢 不敢啊 你听 蛤蟆在叫 这我们到了一个 属于小桥附近吧 这附近都是小蛤蟆 看这个 这算是一个小水泡吧 你听那边 那边全是 看完王家抓的 两只 两只是吧 哎呦 快点快快快 看蹦的 你害怕吗 哎呦 抓抓的 嗯 这就蹦河里去了 这怎么蛤蟆这么多呢 谁放的啊 不是不是 这个时候这个季节蛤蟆下山了 嗯 蛤蟆要扫紫 啊就开始残紫了呗 对 开始遭水了 这属于都是你家包的地段吗 对 这边都是 那那个地方去看啊 我听那边可想 过的 哎呀 等一下我帮你转一下 这是自己的 这 哎 你转来就走了 行 这是个小水沟 哎 来啦啊 下盘子了 看 一坨一坨的 下都往水里蹦了 现在蛤蟆都在这里头 蚕子 在水面上有飘的这一滩一滩的 就是 零瓦子 看看这个了吗 这全是蛤蟆子 现在我偷摸过去上这儿来 这个听着蛤蟆叫的声音非常多 看看在这儿竟然能看到那个方位有 蛤蟆在那 看了 小心翼翼的来 你们听见吧 在这儿 我这一站起来 他们都在往水里蹦啊 看 都不叫了吧 这一站起来就都老实了 哎呀 刚才这一声是大野鸡啊 像这些小水泡 都是人工给它挖一个坑出来 然后天上一下雨或者是雪一化 汇到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小水泡 然后就变成仰林蛙的天然的一个蛤蟆池 这已经到家地这儿了 瞅一瞅 看看有没有小鸡蒜 这个就是刚发芽 才这么长 过两天才能吃 我要 这是啥 那你这是啥 你说这是啥 这是啥 这是啥 这是大海吗 是 是啊 送你一个这个 那你拿这个 你看那个 那个东西 我去把那个踩了 揍一点啊 我先割到你 差一点点 我先给你捣了个雪糕吃 哈哈哈 这雪糕怎么样 天然的 啊 你要不要吃这个 糖呀 啊 糖呢 好吃 谢谢啥 我吃了 你要不吃我吃了 行 你看这个 哈喽 好好玩 好玩 你看你看 你给我揪一点 你抓一大把来使劲抓一点 抓一把使劲抓 抓这底下抓底下 哎 你看 往天上扔 哎 来上上上地里玩 走 再来试试 哎哎 好不好玩 好玩 愣天上 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玩 哇 哎呀 走这么多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这一大堆啊 哎呀哎呀 哈哈 咱应该带点吃的来好了 在这席地而住 对 你怎么不想想带你吃的呢 你忘了 你怎么不提醒一下呢 好了 好了 滑住了啊 滑住 滑住 滑住我的脑袋 对 我帮你拿 你就倒了啊 我帮你拿 你帮你倒住 哎呀 好玩吗 好啊 哈哈哈 走啊 走 哈哈哈哈 哎呀 猪了 来了 哎呀 我还低点了 嗯 这脚 好 你是不是啊 在我家待一会 在你家待一会 嗯 让我干啥 陪你玩啊 嗯 你跟我玩啥呀 玩玩具 玩玩具啊 嗯 你会跟我玩吗 会 这还在陪孩子玩会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得下关注 谢谢 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大家拜拜 拜拜 嘿嘿嘿 嘿嘿嘿